我一身和这个职业很好玩 关键是我看大家都有病 我愿称这个男嘉宾为 做死的天花板 参加这档同住的相亲节目 咱胖哥一进门 就对神似baby的女神 有着超高的评价 我感觉那个画面特别的完美 一个贤妻脸 我们突然的转过身来 perfect 既然对女嘉宾这么满意 想必胖哥一定不会放弃 这大好的机会 可接下来的神操作 直接让人傻眼了 你学什么的 小的时候学舞蹈的 今天是模特啊 我觉得平面模特 一点意思都没有 就这样死气沉沉的 就像这样摆个造型 我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不好 可能是察觉到自己说错话 想要补救一下 于是便装讨女神欢心 演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演了 而当女神提出 用剪刀石头布 来决定今晚谁睡床时 胖哥又开始了 他的自杀式追击 谁赢了谁睡床 谁输了谁睡地 不行 我们两个各睡各的被子 我们都要算穿 不要有那种风险思想 我不说风险 我是洁癖 那你说地上好了 那你说地上好了 赚得漂亮 这极品程度 除了上一期的朱总 就是你了 去死吧 就是我不想跟他说话 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交集 我讨厌他 胖哥不止成功劝退女神 连上一期被谢顶总裁 整破房的娟姐 看到他也直言惹不起 为什么要穿这个 找到一种自信的感觉 我一身这个职业很好玩 两袖轻浮 他可以挣更多的钱 关键是我 看大家都有病 有点像朱莹的 你放大嘴 这样我有阴影 节目里有一个环节 是男嘉宾 可以自由选择女嘉宾 到狭窄的电话亭 共处三分钟 娟姐又一次 躲不过极品男的支配 你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吗 你会选择嫁给一个农民吗 我会选择一个 你应该在全世界生活 我现在在 你在我的感觉里面 你那些 可怜的娟姐 隔着屏幕 听见他喊救命了 就连胖哥的原CP 都直接在别的男人面前吐槽 我现在完全已经被 那个人给折磨的 就是只要脱离他 谁都OK 更抓马的还在后面 当女神晚上执意睡客听时 她的心动男嘉宾 主动出来陪他 我过来陪你呢 天哪 原本浓情利益的一幕 却被半夜下来的胖哥 逮了个阵阵 当你以为 胖哥要发飙的时候 他却 吃饭面面吧 他就这样睡啊 这青青草原上的草 都长在了胖哥的头上了吧 咱们